时隔三年,滨州首席部长夫人陈莲芝再度率领众来宾, 历龄直落八项安清班参访。 见到孩子们盛情地迎接,众来宾也心生欢喜。 他们有很多东西, 开饭和饭, 一间工作他们在学校后, 他们教他们很多东西, 为要鼓励更维持成维持细的状况。 因为他们已经被讨认了原则, 很重要。 因为所有这些该因素应被认为年轻。 孩子已经被讨认了, 那些事情都做到,也有利益社会和孩子们 开摘节礼物和红包是首长夫人给孩子们深深的祝福 如果给他们准备开摘节的食物给他们,那么吃了就忘了 然后首长夫人就觉得说要给他们一个祝福 然后让孩子们能够深刻的记得的,就是想做一件衣服给孩子们 那首长夫人很用心的在两个星期之前就来为孩子们量身体 首长夫人说觉得这样子做是一个尊重 这样子做也是对孩子们表现出那种的爱与关怀 手语演绎,听我说谢谢你,孩子们的真诚回报让来宾动容 有几个孩子都一直看着我跟我笑,然后跟我比 我看他们的脸,他们比的时候不是说他们不了解 他们应该很了解,所以我会收到他们的讯息 他们真的是谢谢我们,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幕 马来村屋的场地布置,让过年气氛更浓厚 因为刚好是逢开在节,很多小朋友他们都是在在节 来排练的时候,他们都很累的,老师也一样 老师Liana,她其实在筹备这个PPT 她用了很多很多天的时间,很感恩日夜师姐 不断地给他们支持,还有鼓励 这个活动呢,就是让我们看到的种族的和谐 也是上人要我们所达到的社会祥和,人性进化 文心的相处,共度佳节的幸福 祈愿直落八项的将来,越来越美好 多一份善恋,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,远离灾难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